Hello 欢迎大家又来到嵩仔和嵩太的channel 那今天呢 大家有没有发觉呢 因为转了这个冬令时间 那就算住了在这里20年也好 其实都有一些不惯一转那一下呢 首先我打给嵩妈的时间就完全错了 就是平时她刚刚吃完饭我就打给她 今晚就搞到她香港时间10点我才找她 另外就是我今天去超级市场 进去那时候是天亮的 出来那一下已经天黑了 那我相信刚刚新来英国的朋友仔 就会感受到明显的日照的时间 大幅缩水的差别 还有是全部人都和我们一样的 因为我们去到超级市场 都做了很多人 超多人 好像大家是赶着不知道要过年 这样的感觉 今天我去超级市场 是多人到 比平时多的 我是停在超级市场边皮的位置 但又不是说很多香港人那些 平时我去超级市场有些都教多香港人 大家不是 全部都是英国本地人 然后排队排得很夸张 好像新年那样 我不知道 原来Halloween都要备货的 不知道 还是转了东令时间 因为人觉得是自己开始要冬眠 所以 没错 就要儲了一些粮 就好像那些松鼠 仓鼠 那些 塞在口里 塞在八个合图 进口里面 这样的感觉 大家都是 不约而同地 选了今天 是去超级市场上货的 其实我一直对这个冬令时间和夏令时间 就是有一个疑问 究竟为什么英国要 或者欧洲 或者美国都有的 以前 为什么要有这个冬令和夏令时间呢 跟着太阳的嘛 根据维基百科讲 就其实在17世纪的时间 17、18多年 英国历史 是啊 那就是美国人就提议出来说 要将个钟在夏天的时间 就较快一个钟 或者是两个钟头 那就用来呢 就可以等他们 多些可以能够使用到阳光的时间 甚至呢 到冬天呢 因为冬天天气冷的嘛 那如果你长期是要活动的话 那你又没有阳光了 那你就消耗更加多的能源 那不如大家早点休息 早点睡觉了 所以就早一个钟头 早一个钟头天了 那大家就回家吃饭睡觉就算了 就是这个是当时的idea 那英国呢 1916年的时间呢 就adopt了这一个这样的approach 就是都是学 照样是想去省能源的意图 刚刚打完仗 是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嘛 是啊 我估都是差不多那些啦 1914打 通常都跟打仗有关 无论你是 生孩子也好 教育也好 这个科技的发明也好 工业的革命也好 全部都跟打仗有关系的 是 因为不打仗呢 那个科技是没有那么快进步的嘛 我们之所以 没问题 我们之所以现在有那么多科技 都是因为打了很多场仗 嗯 不断就逼那些科技发展 然后我们才有现在那么厉害的科技 嗯 但是好事就是坏事呢 这个就留下后人去判断啦 是不是呢 我不是想讲打仗啦 是 我是想讲这个daylight saving呢 英国人曾经是有想过要scrap了它的 是 但是呢我长期呢有一个疑问的 什么 就算我抄完遗基百科也好 抄完新闻也好呢 我永远都解不开这个问题的 什么 那个问题呢就是 就是 经常都有讲说英国人呢 就有有有冲动是去scrap了这个dst daylight saving time 是啊 但是这个问题就在于 它究竟是想scrap了冬令那个时间呢 还是是夏令那个时间呢 就是究竟是七个钟还是八个钟呢 是啊 因为其实英国本身的GMT呢 因为英国的格林威治的时间是零零的嘛 是啊 那个就是全世界的时间的开始嘛 对不对 英国本身冬令那个时间呢 就是去原先的老祖宗时间来的 就是我们suppose就是现在这个时区 是由1916年之后开始 就将个夏天就move forward了一个钟头 是 那就是说夏令的时间才是属于我们的dst 我们的daylight saving time 是啊 原来在19年的时候呢 欧盟的parlament呢就曾经投过票 2019了嘛 不是1919嘛 20 哈哈 你在说1919 不好意思 是 没错 我本身是在说1916年 时间呢已经推迟了100年了 去到这个2019年呢 那欧盟呢就曾经有发起那个投票 是 就全欧洲呢就同意是scrap了这个dst的 嗯 但是呢 欧盟的国家里面呢 大家就开始猶疑 究竟我应该stay在冬天那个time zone 还是stay在夏天的time zone呢 就两边都有支持者两边都有反对 那所以 那所以 出之呢 就有很多的国家呢 仍然都是跟回自己 哈哈哈哈 本身原本的状态 那英国呢就因为离开了欧盟 那所以相应的事件呢就不会是 就是foreseeable future 都不会发生的 嗯 但是呢我经常就有个疑问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stay在这个夏天那个夏令时间呢 就是呢 现在你 多一个小时 少一个小时 对于我们 在省能源来说 其实分别真是不大的 是啊 我知道政府又不是这么认同的 但是我们就是这么认为的嘛 是啊 Anyway 我自己就觉得呢 如果冬天 譬如是小朋友上学那些日子 我觉得最痛苦就是他早上学的时候也是黑的 然后放学的时候也是黑的 就是宋妈俗称的两头黑 这个这个呢其实就真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很令到你的情绪啊或者是精神状态是没有那么开心的 就是你一上班上学 本身就是已经是一样你平时不多想做的东西来的嘛 尤其是上班 嗯 以前上班譬如你上9点 真的很拿命 早上 不是上9点 我以前上7点8点 一定没天亮的 是啊 全黑摸黑的上班 是啊 接着下班是5点6点 摸黑的回家 嗯 那么那个状态呢就会令到你觉得 我又要上班 你看看天都没光 好像农夫那样我又要起床了 去耕田啊 是啊 接着放工天都黑了 其实明明不是很硬的 但是就是因为那一个钟头的差别 就令到你那个落差感很大 是啊 如果我们是stay在这个夏令的时间里面的话 那你起床的时候就更黑 那不要紧的 我下班的时候天亮嘛 那你就会很自然地觉得自己啊 啊 起码我下班的时候呢 都还是天亮的 我又没有这样的感觉 那你上班 你上班 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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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华之外面行雷闪电 关你什么事 你在室内里面的嘛 上班那些要出去跑步的令计 OK 我只是说我上班的时候 太小的东西 我都不记得了 那大人来说 你上班公司 你在室内的环境 那他外面黑不黑 是不关事的 但是 你是向着好嘛 越来越光越来越光 你是见到人生有曙光的嘛 是吧 但是下班不是 那天越来越黑越来越黑 你下班的时候 就好像跌立万丈的深渊那样 就是 我经常都会有一种 比天气影响我情绪的感觉 是 尤其是 尤其是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是我去帮人看楼 一到冬天 是的 一到冬天呢 我预计那些计划 一定要很早的 是的 你三点半之前 一定要完 最迟最迟四点钟 我试过预计那些计划 真是惨 就是去最黑那几天 然后我要跟天斗快 哈哈哈 就是我究竟 你别落着 不是 那天已经开始半暗状态 那我站在家的门口 我就在那里想 究竟我应该直奔个花园那里 拍到外面先 或者是拍到里面先 但是不是 我一拍到花园 里面又不够光 但是里面那灯是光亮 就是 开始路在那里混算 我究竟应该做些什么 我那一刻真的很挣扎 所以在地产界来说 我绝对是支持下令的时间 而且作为香港人 其实很多时候都会支持下令时间 因为你跟香港隔少一个小时 很重要的一个小时 就是睡了和未睡的分别 就是很多时候打给葱姆睡了 那你找不到他 或者有些事 你想打给一些机构也好 什么都好 他收工了 尤其是 我知道一些香港人 赚钱来英国买房子的时候 这个复材 没错 在东令的时间 这个香港的银行的办公时间 营业时间 和英国的银行办公时间 重叠只有一个小时 黄金六十分钟 只要那个电话多一秒 你就错失一个机会 是可以和它直接沟通到的 这个是很影响大家 在英国置业整个流程的顺畅度 分分钟这样 不见了几百磅的利息 都不出奇 所以究竟你支持冬令时间 还是夏令时间 不妨我都可以留言告诉我 答中了是没有奖的 你支持哪一遍 我们都不会有任何改变的 好了 接下来今天第一宗新闻 要跟大家讲一讲一个 都算是一个好消息来的 那话说呢 这个保守党呢 在2019年的时候 赢了大选的那时候呢 就承诺了英国人 它将会更改英国购买房屋里面 一个最关键的要素 就是 付钱 不是 付钱当然重要啦 但是你付钱得到些什么 就是它要改变的东西了 OK 因为英国有很多房屋呢 现在的阶段都还是处于一个 leasehold的状态的 嗯 就是说呢 你买了一间屋里 你只有一个居住权 就是有一个业权 但是没有一个地权 是 你是能够在里面住 能够用它的东西 但是呢 那一块地就不属于你的 嗯 那就变相呢 有很多时候呢 你想更改你的土地用途啊 嗯 又或者你加建任何东西啊 或者改动一间屋啊 就会有很多限制了 你需要得到个地主的同意 嗯 你才可以做 明明就算那间屋 那个地区 其实你做那个改建 或者是做那个加建 你是 不需要申请任何东西都好 你很多时候就因为你是 leaseholder的关系呢 你会多了一重的限制 嗯 那另外呢就是 如果你买那间屋是leasehold呢 你也都会是 可能是需要给一个ground rent 嗯 那大家之前呢 看我们买楼的那些片啊 或者我们之前在讲新闻的时候 略略都有提过啦 ground rent呢 是可以不断地加上去的 有一些地方的ground rent呢 就已经是受到限制 譬如每年呢 只能够跟通胀的percentage去加 那但是都死啦 今年的通胀是10个percent以上的嘛 去年也是8个percent 9个percent 那你加上去就很金的了 而且加上去是不会跌回来的 嗯 有些地方就更差 就叫double link ground rent 就是它可能每两年 每三年 每五年 那个ground rent呢 就会升一倍的 哇 是几何级的数 你想想如果你买的时候 可能是100磅一年的ground rent 嗯 五年之后就变200磅 十年之后就变400磅 再五年之后呢 就变成800磅 你那五年之后 是double double 再double的上去 那很快就见顶了 是 但是呢 因为保守党呢 在19年的时候已经承诺过会改革 就会将这个lease hold 是彻底消除它 是 那将所有的楼的lease hold 都不会再有了 那当然啦 它就做事就没那么快的了 大家都知道了 是 是 也都不会那么彻底啊 嗯 但是现在终于四年之后呢 林大选前一年 终于 英国的房屋局局长呢 就将会宣布 应该是下个礼拜的事啦 嗯 不是 未必是下个礼拜 下个月的事啦 就会宣布 是将所有英国的新楼 都不能够再有lease hold的出售了 哦 新楼而已 是啊 但是你不要以为少啊 那原来lease hold呢 因为英国1970年代开始卖出来的新楼呢 嗯 大概有7个percent是有lease hold的 嗯 但是那个比率呢 是不断上升 嗯 一直到16年的时候 最高峰是去到16个percent的 OK 现在呢 只是轻微下跌了1个percent 15个percent 这么多? 是啊 就是说在英国现在卖的新楼里面呢 都还有十多个percent是lease hold的 其实你一上right move 有很多时候呢 你都仍然见到一些新楼是lease hold的 还要最抵死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发现近这一两年呢 可能因为之前的楼价 就是泡沫得厉 嗯 就是升幅大 嗯 以前你是很容易留意到 它是不是lease hold的 譬如说呢 那层楼明明卖出来呢 那个价钱呢 是跟普通free hold呢 是差一截的距离 嗯 但是它又不是share ownership 又不是help to buy 那为什么会差一截呢 就是因为它是lease hold 是的 而且那个lease hold呢 因为有机会根本就不是一个长的lease hold 嗯 只是只有99年的lease hold 嗯 就是说你两代人之后 那间屋 整间屋都已经不是属于你的 有可能 是啊 那就很大事了 你只是租住它99年而已 嗯 但是现在的新的改革呢 就会要make sure 所有的新楼 都不能够再是lease hold了 嗯 嗯 但是有条件的 什么 它不包括这个flat 哦 flat就不可能 flat就近乎不可能 不是 都不是的 它有研究过一个新的措施 现在 它未公布呢 我就不可以肯定它的详程了 是 但是有传闻呢 就是它们在研究中 譬如如果那栋flat呢 只是只有十户八户的话 是 它们就做一个share holding 就是譬如是 只有十户人 是 就这十户人拥有这个free hold 每人各佔十个percent 是 那那好处是什么呢 那好处就是 当如果这个物业 或者是附带这个物业周围那块地 属于这个物业那块地 出现任何的问题的时间呢 你不能够说 管理公司说 我要你怎样弄就要怎样弄 因为地主不是管理公司 就变成所有的业主 加上来就有一个绝对的华士权 我炒了这家管理公司 甚至找那一家来帮我管理公司 都还可以 是的 就将主导权交还给业主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因为长期禁锁的话 基本上你是不能够对challenge 这个物业管理的 因为你不是他老板 是个freeholder才是他老板 所以某程度上 这样就可以增强 就算你住在这个flat里面 你都有那个权力会大了 你就不会说被人狂屈你 给这个management fee 因为很多地方 就算现在是买新楼的屋苑都好 其实某程度上有很多屋苑 它那些communal area 都是需要你去给management fee manage的 即使是house 不一定是flat 有些house 可能一年是200多300磅的管理费 剪草 收拾垃圾那些 是的 没错 但是问题就在于 所以你没有权去控制管理公司 就算它怎样不合理也好 你都没有办法 是可以集齐你的力量 像业主立案法团那样去challenge它 你很难做到这件事 当如果是全部屋都是freehold的时间 那你那个权力就会增加了 那这个就是Michael Goff 房屋局局长 将会在明年大选之前 相信在下个月内 就会公布这一系列的新的措施 有的List Holder 他之前不是说可以Auto Renew 就是那个Free Holder 一定要给他延长他的List Hold 那这个呢 就要讲讲他这个新政策的背景 本身在今年的一月份的时间 这个保守党已经有意改变这件事 但是呢 听闻就是他内部里面有人不同意 尤其是是现在 就是最大的那个 阿新生 不同意他这个政策 为什么 我相信里面可能牵涉很多 不同party的各大其他派系的利益关系 但是呢 现在就compromise了 就是因为 为什么要compromise呢 就是因为保守党在这个房屋政策的 在市民的信任度里面 竟然是低过工党的 本身工党在房屋政策里面 市民对他的信任度是较为低的 尤其是homeowner 尤其是我是买楼那个 我之前看过一个访问 就讲这个保选 那就访问一个保守党的支持者 嗯 那他就转态就投了对家 是 那问他为什么会转态 各样东西呢 他就抛下了一句 他说 as a homeowner 就是我是一个业主 是 一路由小到大 都是教导我们 如果是业主的话 我就会是投保守党的 因为对业主的利益 保护最大的就是保守党 是啊 但是竟然现在是工党 就是人民对工党 在这个房屋 业主的政策里面 竟然的信任度高过保守党 保守党觉得不行啊 这个是我的bread and butter 就是我拿手好戏 都被人家抢卖的话 那你下届就不用玩了 是 那你因为基于这样的情况下 我相信 那就是 快要做事了 是啊 快要做事了 我都说了 他每一两个月一定有些新款 推出来的嘛 其实不是新的 他是还没做的 哈哈 他不是 19年到现在 他不是现在临急要抱佛脚的话 他都未必会推出来的 其实他是可以做事的 你试试他现在信任到爆标 你觉得会不会发生这件事 我不知道 我不是保守党 所以我不会说是不会的 但是再留给大家自己想 但是现有的人 那List hold怎么办呢 是 之前其实一月的时候已经讲过的了 嗯 你如果是本身有一个List hold的话 你下一次去Renew a List hold 就会是由现在可能 Existing 每90年Renew一次的 就会变成990年 那就是Virtual Freehold 是 那实际上来说 其实你已经是 擁有那个地权那麽 但是其实都是不够的 嗯 因为始终你都不是那List hold 你仍然 在你家物业 你对你的物业 作任何改动 你都没有一个绝对的控制权 是 不过如果你已经去到990年的话 我相信你的控制权 都会稍为大一点的 就是地主都很难说去介入阻止你 因为我一句扔给你 喂 我在这里还有985年住的 你下18代都不会见到这间屋 那关你差事吗 是吧 980年之后 那间屋都融了 就是你可以这样跟它拗 at least 那你怎样的感觉上 你的主导权控制权 都会大了 它最多都是收你钱的 它不会不给你的 是啊 但是呢 现在那个List hold 那个Ground rent 在11月的时候公布 也会有机会将它减到近乎0 就变成一个叫Peppercorn rate Peppercorn rate 其实英国已经存在了很久了 那中文照译 就一个叫做胡椒率 黑胡椒率 就是一粒胡椒的价钱 那为什么会用胡椒来代替呢 因为 Peppercorn呢 以前在英国来说 是一个非常贵重的香料来的 因为英国没有 全欧洲都没有的 不是 只得印度才有的 所以大航海时代 那些人为什么要争崩头 就是去找Peppercorn Peppercorn 不是Iron man 那由于现在 是不是 不是Iron man里面的Peppercorn 大家都同样重要 OK 不过这个不懂射死光 但是现在由于Tesco Extra 都是只是卖99p 已经有一大樽的关系 所以Peppercorn 这件事已经不是很值钱 是啊 所以现在有另外一个含义 就是它不是一样很值钱的rate 譬如你每年 可能只需要给一磅 或者五磅 总之一个极小的amount 纯粹是 名义上 是象征式 象征式 象征式意义的收快 是 那叫Peppercorn rate 但是 我再来解释一下 之前的含义大概是怎样 Anyway 你给这个 即是等于已经不需要给了 即是它会剪掉你的ground rate 然后呢 你会下一次去extend的时间 会自动提高到990年 另外呢 就是原先 原来现在有一条条例 你住一间屋里 不住超过两年 你是不能够提出任何的extension 两年啊? 要住每两年 即是要绑你 捆绑你两年 你才可以提出 即是这样才叫做长期居住 我想是的 但是我买了 那都不关你的事的 是不是 我买了你90年的list 我在里面住一年零八个月 我想提出extend多990年 关你什么事才可以的 嗯 那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现在呢 就连这个两年的限制 都有机会是会完全 就是delete了去的 那另外呢 也都将那波呢 就是将这件好事呢 就不是直接由政府去公布 是 有机会呢 现在就会在11月的7号 根据报道呢 就是国王发表演说 对民众发表演说的时候呢 就亲自颁布这个新的规矩的 那么特别? 那我觉得又对的 因为国王是英国最大的地主来的嘛 是 那这个是英国的帝国的土地 那由英国的国王去颁布这个 关于英国土地的新规矩 看来是合情合理的 是 那也都呢 我觉得是有少少少 就是我巴结国王 啊 查理斯 给个公里 你一向都是 一向都是保守党这边 你不要走去 靠去隔离对家那边 就是可能有些这样的含义 都不出奇的 但是这个是纯粹猜测啦 但是报道就说 有机会是直接由国王去颁布这个新的条款 第二单新闻呢 就更加重要了 就是呢 下一届大选究竟 那什么时候才会开始 或者什么时候才会下一届大选会有维修呢 是 原来呢 今天呢已经有媒体呢 泄露了个日期出来 啊哈 那就将会是 下一年的Halloween 蛤 10月31号 全文 全文而已 这个是 那就是由这个MIRROR 镜布呢 就是泄露出来的 好选不选择Halloween 但是这个是对家报纸来的嘛 是 就是它是帮工党那边的 是啊 所以呢 准确性呢 我不可以百分之一百啦 是不是因为会有一个很恐怖的结果 所以就放在Halloween那里出 喂 喂大哥 你鬼佬都不是那么百无禁忌 是吧 你都 好的不靓 我怕丑的靓 你别理由 因为那一天已经有很多人出去玩 那你就说不如投票啦 这样咯 不会咯 我会宁愿出去玩 都不记得了投票咯 不过是晚上 不关事的 他投票投到10点 但是我晚上要看result的嘛 就是我早上投完票 那晚上就看你怎样票咯 很正常的 那你玩完回家就看了 看result 食堂看 对咯 我不知道为什麽 就是镜布就说了出来 可以有个解释的 是 他说呢 因为去到明二五年的一月 才是个死线来的 是 那当然啦 镜布就说 就是保守党的乱战权力 一定呢 要去到最后那一刻呢 才肯做一个 general election 就是能去解散国会 但是问题是为什麽是选择10月31日 又不是选择1月才做呢 是 可以12月31日才大选 为什麽呢 是不会的 因为那天放假嘛 是 所以他 是 英国人放假是不会投票的 OK 点票的我不做 投票的我不做 那是不会 是不会出现的 那10月31日的原因呢 就是说 根据镜布的分析啦 是 他说 因为保守党 就不想现在就去解散国会 就general election 因为他明知输硬的 是啊 根据镜布的统计 都是根据他啦 他就说 现在英国的百分之五十的市民 希望在明年三月之前呢 是会有这个大选的 哇 这麽多人啊 而在明年的五月之前呢 有超过七成的英国人都希望 是可以选到一个新的政府出来 是 那就是说呢 其实如果去到明年的十月尾的话 其实已经是 已经不是所有英国人所乐意见到的了 英国人是想尽快去解决这一样东西 尽快投过新的政府出来 不过 留意 这个是由MIRROR讲出来的一个调查数据 那所以准不准确呢 留下大家自己判断啦 Anyway 他说为什麽保守党要选下年的十月31日呢 有原因的 为什麽呢 除了他为什麽是慢性节之外 他没有交代呢 他有两个原因 一 如果现在解散的话 他知道自己输硬啦 嗯 他需要那个economy呢 是可以recover到的 是 因为现在我们还是6.7%的这个通胀 是 他希望去到今年年底呢 是又去到5.3% 5.3%呢 就是他们内部保守党内部 所有议员 是他们的sweet spot 是啦 他们认为一个合理水平的通胀率 就是5.3% 是他们的target 首先你要heat到这个target 你就必须一定不会是现在就大选啦 你一定要等过到 那你要缓冲啦 你缓冲可能会有delay的嘛 尤其是现在那么多地方打仗 就更加难将那个通胀压回来 是啊 那你可能去到3月5月这样 那好啦 你压了那个通胀下来之后 那你还要过下年的财政预算 因为下年的财政预算 是他另外一个机会去表现 sale自己 sale自己的政党的政绩 或者是我们呢 就带给你这些好处这些好处 你继续保持我们呢 你下年都会有这些东西啦 是啊 或者他再预告 节目预告 the next episode 下一集呢 the next season the next season 我们又会做些什么呢 那这些全部都是机会来的 那所以呢 照逻辑上呢 我都认为他是不可能在 下一届这个财政预算案前 是解散国会 没可能 我觉得 就是机会很小啦 是 那过了财政预算案又怎样呢 他都不会马上解散国会 为什么呢 那你都要看看有没有成效的嘛 我推出了那么多泰塘措施 或者一街坊的措施 那我都要看下民间的反应 是 那如果民间的反应是好的 那我就更加要再升多多前勤 如果是不好的 我就更加要趁还有那几个月来补救 那是 拖着缺啦 对啊 那所以呢 就是最早最早呢 都要去到九月十月才会解散国会了 那但是为什么不等到最后最后一刻才解散呢 为什么呢 因为保守党 根据MIRROR讲的 都是 他说呢 因为保守党害怕 如果去到最后一刻才解散 就觉得好像很desperate 就是觉得政党你已经是 不是很像啊 不是 你已经是奄奄一息的了 明明明就死硬的 那你都还要暖斩 就是不要赶死 是的 流到最后一刻 就不想被人觉得他赶死不走 是 所以就早两三个月就 就是消除的感觉 其实都很难的 其实都没什么特别的 说真的 这一刻已经 很多人是有这样的感觉的 那所以 垂死挣扎 根据这个分析呢 我是帮MIRROR的报纸 补充他没有解释的地方 我自己觉得 是有一个逻辑在那里的 那大家可以不同意的 不同意的 可以留言告诉我 但是我觉得就是 他最接近大选的日期 就应该是9月10月 就是根据他的分析 但是为什么解散圣节呢 我是想不明白的 好了 最后一宗新闻呢 就要讲讲天气了 通常我们来到这些日子 那些风暴 是呀 那些风暴呢 就好像香港七八月份 那些台风那样 每个星期都来找我们的 每个星期 刚刚上个星期 走了这个Storm Burbank之后 那些Aftermath都没搞定 很多地方 譬如有一间公室 我看到呢 是整间吹塌了 是很差的 接着中部有 中北部有很多地方 是大规模大范围的水浸 是 那也有一些 移民英国的香港朋友仔 都在一些group 里面分享 他一打开 一早起床 打到门 就看到外面那条马路 好像河流那样 是一路冲着的水 很恐怖 所以如果真的 你住在一些低蛙地区 那就真的要小心了 那今次呢 我们上一次就是 就是中北部的地区 有市 最严重的 是啊 那今次呢 就是打风这些在英国呢 绝对是人人有份的东西 这次就轮到这个西南部 那基本上是整个南部 是啊 你看到是一个大户型 Oxford 没有字 包括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上次 白碧没有份吹到那些地方 哦 人人有份 你永远落空 是啊 今次最严重的地带 就是整个南部 我记得上次呢 是伦敦 这些地方是没事的 卡迪 这些全部都没事的嘛 是啊 今次呢 就全部都有份了 那整个地带呢 看到是这个黄色的暴雨警告 有一个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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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雨呢 就会是将会由 明天开始下 嗯 连续下四天 不停 根据Mad Office的报导 就是说是不停地下四天雨 哇 听到都真是 打烂痴 觉得在屋里面都要担遮啊 大哥 那它除了下雨之外呢 它吹出来的烈风呢 是会达到90mah per hour的最高 哇 那如果你譬如你在内陆一点的地方 譬如你可能在Sherry啊 Gilford啊 这些地方呢 会好一点 就是可能是只有五六十个mah per hour 但是如果你是沿海的城市 譬如Brighton啊 Briscoll啊 站在那里都放飞走 这些地方呢 就有机会 守Hampton啊 Plymouth啊那些 就会去到九十个mah per hour的 那由于因为有一个超低气压 就横跨整个南部 是 所以呢 那个雨呢 就会是不停地下直至到星期四 才完结的 我记得我上个星期去rehearsal的时间 因为我星期五上了Manchester 整程车 我是没有见过干的 即正是下到呢 是啊 是啊 还要爆胎 很厉害啊 很厉害啊 一路上去越上就越下得厉害 忘记了 那跟着 上面都很多地方是浸了 以我所知的 那个车呢 车龙是非常之大 那下个星期还是Half Term 所以如果大家 又没有什么事 真的不要特别去远行出界 因为你会在Motorway 遇到的济塞呢 应该会是很厉害的 我上个星期去用了四个小时 三个半小时 没有四个小时 三个半小时 拜拜